能赚钱的那种 就是发生关系 是吗 我肚子里还怀了你的孙子呢 这个孩子都不知道呢 谁也没有困难 谁有什么困难都走这么极端的路线 我这牺牲太大了 你离我远点 远点 很多事情不是不报事会被造的 大家好 这是古华帮博主任翔子 今天是一位王女士过来找到我们 让我们先来听听她身边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我两年前上大学的时候 我母亲得了个重病 当时我家里很穷 实在没有办法 我就找了我的一个学姐 让她帮我想办法 她说她认识一个老板 说可以介绍给我 介绍什么老板 干什么的老板 就是能赚钱的那种 就是发生关系 是吗 我母亲病很重 然后又没有前置 我真的是没办法 但那都是两年前的事了 这段时间 我也工作了 工作之后我谈了个男朋友 我们关系特别好 感情也特别好 然后我就怀孕了 我男朋友就去带我 我见她父母 去了之后 我发现她父亲居然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板 那这个之前你和这个老板保持这种关系啊 保持了多久啊 之前就是那一次 然后再没有联系了 那除了这个老板之外 您还有 没有 就那一次 就这么巧就碰她了 是啊 就那么巧 那现在你的男朋友 或者说是你男朋友的家人那边 是已经知道你之前做过这个事情了吗 只有她父亲知道 也没戳破这个事情 嗯 还没有 那现在状态是什么呢 她父亲不让我进家门 不愿意让她儿子和我结婚 不想要这个孩子吧 你想要吗 我想要 哎呀 那您过来找到我们这边的诉求是什么呢 我们就想让您帮忙调解一下 看看有什么办法和她结婚 让她父亲接受我 现在肚子里面这个宝宝怎么说的都是不孤的 是吧 但是姑娘真的 说一千到一万 每个人啊 都要为曾经做过的事情来的 你还是跟我们 跟我们大壮这边 对接一下与关的一些信息 我们这件事情啊 尽量以最小的动静 啊 去把这个事情完成 来 去他 是他 翔哥 我有点害怕 我不敢去 你去吧 机会就这么严重 早点在他里面 叔叔 叔叔是我 对不起 你听我给你解释 我当时确实是有苦衷的 当时是因为我家里确实出了事 你干嘛 能不能 不是 我跟你讲 这是我公司楼下 啊 你愿意干嘛去干嘛去啊 对不起叔叔 不要在这出现 好不好 你听我跟你解释 你看我肚子里还怀了你的孙子呢 谁的孩子都不知道呢 不要来 他找过来了啊 啊 叔叔你别这样 你听我说 你听我解释 你听我解释 我真的是有 你听我 你听我 远点 远点 你听我 远点 远点 哭了 哭它解决不了问题 是吧 哭要能解决问题的话 我们所有人抱着一块儿哭就行了 那你给我想想办法 想个 那你当时你现在后不后悔 后悔 那你当时为什么得这么做呢 我当时确实有困难 谁没有困难 谁有什么困难 都走这么极端的路线啊 好一句就不要 好 我们想办法 好吧 这个事情 你是过错了 但是他也不是说就是个什么什么好种 之所以现在他说谈就谈 他说不谈就不谈 你说句话他都不爱听 其实为什么 是因为你爱他儿子 而是你肚子里面现在有孩子 是吧 他拿捏着你的软肋 对吧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跟他去招一个制喉呢 最起码让他听我们说谈话 对不对 嗯 你那学姐什么的 有没有什么聊天记录啊之类的 我也没有留那些信息 这怎么办啊 我现在还怀着孕 那你也就别哭了好不好 那你好好控制控制你的状态 啊 嗯 好 你们当时是在在哪里发生的关系啊 在酒店 那个男的吧 他的身形啊什么东西 跟大壮都挺小的 嗯 不知道有个东西技术上能不能实现 如果能实现的话吧 嗯 有个男的身边同学的时间不可以实现 就是这个酒店吗 对 就是这个酒店 但是哪个房间你还记不记得了呀 不记得了 这酒店里面应该样式都大差不差 我去那边看个房间去 你来等着我哈 你给我叫你吗 这边 这边 当时那个房间我不知道你又没有点印象啊 当时你说的那个床头有红边的 就这一件事 其他的 其他的都不是这个样子 好像就是这样 是吧 嗯 紫色的嘛 你说啊 是 我刚才啊 下来以后啊 也跟我们这个做后期的同事啊 交流了一下 有个事情啊 是可以实现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 我叫我们同事呀 跟你重现一下 两年前那一天的场景 再加上我们刚刚这部 也录制了很多 那个男的 那个叔叔 那个当事人 他的一些视频 我们是可以试着 去把两张脸重合一下 让我同事这张脸呢 变成 变成 刚才跟你纠缠那位男士的样子 我们呢 就可以拿到两年前 你们两个人都有犯错误的证据 啊 既然你们两个人谁 都不敢听那个事 而他呢 因为你肚子里面有孩子要挟了你 不跟你这样公平的去交流 啊 那我们认为呢 拿出一个相应的对等的制衡的这样一个东西 啊 他也会有所熟练 就要你做的也很简单 躺在床里面就可以了 盖好飞了 好吧 好吧 啊 好吧大壮 你也牺牲牲色相 啊 虽然我知道你很开心 你得把衣服脱下来 你确定 我确定 我这牺牲太大了 现在有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刚才这个男的呀 在我们镜头里面全程啊 他是一个侧脸 啊 再一个就是他是站立的 你现在是个躺着的 我就不太敢保证你们两张脸 能不能完全是重合起来 这样吧 大壮这边要坐到床尾这边来 再往再往再往镜头这边来 180度的脸 你都多少给点镜头 我到时候好去瞻 看那个什么的啊 转 脸慢慢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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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可以了 剩下的你交给后期吧 你们先回家 好了 我们走了啊 我们考虑到啊 后期我们肯定会保护 刀神双方啊 会给他们面部做一个处理 为了告诉大家们 这个事情啊 是真实可行的 啊 我们也会去 用我这张脸 和大壮这个 刚刚拍摄这段视频啊 做一个合成 让大家们来看一下 这个事情 真是可行的 好 好 小哥,我已经把你批给我的照片发给他了 你现在跟他说,你在他公司楼下,那个富三层,叫他立刻马上下来 好 你把你心里面想说什么话跟他说出来 至于他的想法什么东西的话,我们再接下来一步再去沟通 好 叔叔 你到底想干嘛啊 叔叔,你听我给你解释 赶快把照片给我删了 我知道 你给我一下 你什么人呢 你听我说 当时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没有工作 然后我妈生了一场大病 确实有难言之隐 我就那一次 之后我再也没做过了 谁知道啊 你什么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你看 我当时真的是有苦衷 我就那一次 你看我肚子里也怀了孩子了 你可以去做亲子鉴定 真的是小萱的孩子 你看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 怎么那么贪上这个事啊 咱们不提 咱们不提之前的事了好不好 我把照片删了 你给我一次机会吧 你敢看删了 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叔叔 看求你了 我 我 真的我作孽啊 我怎么作孽缘呢 哎呀 命人 这边还是现在给您做一个电话回访啊 因为这个事最后也没有说处理出什么结果来 过去了这么多天了 想问问现在这个事 你们有在去协商或沟通吗 有 我就像家里面已经同意我把孩子生下来了 哦 把同意把孩子生下来了是吧 哦 哦 那像您对像家庭那边是已经松苦了是吧 就是这样 还没有公共还是不与不同意我家子 就是 哦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们也尽其所能了哈 等我各种手段或者方法去把这个事情 哎呀 哎呀 最起码我觉得这个孩子最起码是个屋子吧 是吧 我们成年人 做过很多不成熟的事情 啊 我们需要为此去买单 或者说是要去 后悔要去追悔啊 啊 但是 归根结底来说 肚子里面我包一片手 是吧 是吧 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 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也希望 能有很多的美好和开心陪伴着 好吗 嗯 谢谢小师 我也跟你说一句哈姑娘 好 作为一个成年人 嗯 很多事情不是不报事和未到的 到时候有一天 积攒到你身上 得到报应的那一刻 你才知道 哇 天哪 是 嗯 行 那先这个样吧 也祝愿你跟你男朋友吧 嗯 哎呀 其实我个人的意见 我照这么说很不对哈 嗯 他是有权知道这个事的 但是啊 但是能不让他知道就不知道吧 是啊 就是 是吧 这个事情啊 一旦被知道了一定是不可逆的事情 我也希望你们俩今后啊 就好好过你们的生活和生活 好吧 嗯 好 好 谢谢小哥 我们听到这个答备也蛮欣慰的 啊 好吧 好吧 好 好 拜拜 哎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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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